今天是我们在纽约的第三天 前两天我们分别尝试了韩国城的韩国菜 还去到了法拉盛 尝试了当地最正宗的中国菜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尝试在纽约最近非常火爆的一家日本菜 就在我的前面 我们今天去探访的这家日本菜 就在布鲁克林的桥边上 这家日本菜最近火爆了整个纽约城 它藏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落 就在我的那边 这家日本餐厅走进来之后 感觉就像走进了鞋子楼 一点餐厅的影子都看不见 看起来非常神秘 感觉里面另有乾坤 进到餐厅的什么了 看不见 好神秘 这家人 厉害者 穿过第二道门之后 小姐姐指引我们先把鞋脱了 这一步非常的有仪式感 接着再进一道门 跟着小哥哥穿过厨房 一路来到后院 在高楼耸立的纽约市 突然出现这么一块日式风景的小庭院 说实话 感觉这间餐厅在装修上确实下了不少工夫 餐厅提供12道菜的套餐 每人74元 在套餐的基础上还可以单独加菜 为了方便时刻了解食材 他们还给了一份类似于说明书的菜单 当然为了保证摄像师能吃饱 除了两个套餐之外 还单独给摄像师点了一个日式盖饭 12个小菜配米饭 配上海苔 再配上一个汤 说实话每一道菜呢 看过去都做得非常的精致 那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来尝尝看 迫不及待 第一道菜呢 鰻鱼 配芝士 鰻鱼经过烤制 配上刚刚融化的芝士 入口的感觉非常细腻 芝士选用的是口味清淡的瑞士芝士 不会抢鰻鱼的风头 两种食材相得益彰 是在鰻鱼上撒上芝士的做法 这种做法挺美式的 这第二道菜呢 是一个黄旗金枪鱼的sashimi 黄旗金枪鱼的脂肪含量 只有2%左右 它的肉质比较偏硬 作为第二道菜 我想主厨是希望我们能够循环渐进 有浅至深 可惜啊 配的是柠檬皮 味道太冲 为什么下面要配这个柠檬片呢 整个黄旗金枪鱼我完全吃不上味道 现在只有柠檬片的味道 而且还有一点微微的发苦 说实话这个搭配我不是很想 我们来尝尝第三道 三文鱼配三文鱼软 三文鱼软咸腥味重 配上三文鱼作为次生食用 入口的感觉更顺滑 口味也更重 作为重口爱好者的我来说 这一道菜倒是深得我心 这个菜可以了 三文鱼很新鲜 配到三文鱼软之后呢 把整道三文鱼这种三文鱼味 给它加重了 因为三文鱼软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食材 它跟三文鱼配的一起是绝佳的搭配 这道菜我还蛮喜欢的 第四道呢是吞拿鱼 这道吞拿鱼口味清淡 水萝卜夹的其中尤其的出产 明显有中和前一道菜重口的意思 看得出来这主厨小心思挺多 是一个有故事 萝卜并没有抢吞拿鱼的味 这道菜呢我觉得也不错 甜虾配鱼籽 虾尾经过了非常细腻的处理 配上两种不同口味的鱼籽 虾肉的柔软结合了鱼籽的绵密 让这道菜的层次感特别突出 有一种刺激走在沙滩的感觉 舒适而又安逸 乌贼 整个乌贼呢有一点像是上过铁板的感觉 所以外面呢有一层黑色 生姜有一点强性 这道菜没有很喜欢 尝到这个 金枪鱼的鱼类去透容 这一块是金枪鱼最肥美的部分之一 到了这道菜 感觉渐入佳境了 金枪鱼最肥美的部分就是鱼类 超高的脂肪含料 让鱼肉的口感特别的丝滑 金枪鱼过关 金枪鱼的鱼类部分的油脂特别多 所以它入口会非常的滑 真的是入口计划 特别的鲜美 这道菜要怎么吃呢 我想想 这壳的部分肯定都不能吃了 这也是金枪鱼的鱼类 把它打成了肉末 上面还是配了一个鞍唇蛋 金枪鱼鱼类肥而不腻 打碎了之后配上鞍唇蛋的蛋液 让原本已经非常顺滑的口感 雪上加霜 完全不需要咀嚼 从嘴直接一步到位 你能尝到更多的金枪鱼鱼类 打碎了之后的这咸香味 这道菜很特别 而且看过去也非常的好看 最后这道菜是螃蟹肉配海胆 上面还撒了非常珍贵的松茸 这一口可能10块钱吧 最后这道菜是松茸蟹肉配海胆 新鲜的海胆腥味比较重 主厨大胆地在上面放了少许的芥末去腥 蟹肉则为这道菜增加了一些咀嚼的趣味 海胆和螃蟹肉混合在一起之后 让本来没有任何嚼劲的海胆 现在多了一份嚼劲 让没有味道的螃蟹肉 又多了一份海胆的咸香味 松茸除了让这道菜增加了几分特殊的香气 作为最后一道菜 它也让你有一种吃回了本的错觉 果然主厨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 所有菜都吃完了忘记吃米饭了 现在只是一个米饭在这 感觉完全没有吃了一点也不饱 没有菜了怎么办 没关系 刚刚摄像师还单独点了一份 这份是摄像师点的everything don't 顾名思义就是米饭上面什么都有 好我们尝一口摄像师的 我感觉它这份的量更足 我们拿它这个配我的米饭哈 再来一口 这个是scallop 扇贝 这是什么鱼啊 刚刚和服务员小哥沟通了一下 这个不是鱼 不好意思 看得像鱼 这不是 这是瓦牛 就是和牛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 好 我们今天这顿饭的账单了 这里面呢 包括了两个套餐 我跟摄像师的 里面呢 我们还单点了一个everything don't 两杯饮料 加上19.88的税 和43.9毛的小费 所以最后的总价是287.7毛8 我们最后呢 可以对这家店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这是一间呢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 目前的最火的一家日式料理店 但是呢 说实话不是每一道菜 都让你感觉那么的惊艳 但是总体来讲呢 这边的旧餐环境 到当地的一些菜式的新鲜程度 还算是比较惊艳到我 287块 对于这样的一间日本料理 我觉得有点贵 因为280呢 差不多去到了要米其林一星 到二星之间的这么一个价 我觉得 对于这样的一家日本料理 就稍微有一点点偏贵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顿的 纽约的日本料理 那我们明天呢 还会在纽约再多待一天 那如果是九小钟 我们明天见 拜拜